对祖国法治仍有信心 在昨晚网剧套路女导演林书珍一纸声明 将海南航空和海航受训飞机员白毛毛做的事抖落出来 原来在上周16号星期一清晨6点 林书珍住在剧组拍摄的海口当地一家酒店房间里 隔壁房间海南航空受训飞机员白毛毛 便从阳台翻到林书珍所住的房间 并且想性侵林书珍 林书珍当时正在睡梦中 当她感觉到有人压在她身上并且有动作时 她一下子便惊醒了 看见一名身上只穿着黑色内裤的男子 这下子林书珍自然拼命反抗 并且用力击打歪XX 还将她赶出了房间 后来酒店的工作人员也协助林书珍报了警 但网友注意到这份声音的一些细节 林书珍去到公安局后 想要先立案再决定起诉或和解 但一直都没有立案成功 而且海南航空还传话 称培养一名飞行师的成本很高 言下之意让林书珍放她一马 而此时警察也告知林书珍 如果她坚持立案 她也会有袭击罪 这让林书珍有些慌疹 后来只好回到香港 对于林书珍导演的遭遇 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有网友说 这位白某某竟然为了一己私欲 冒着生命风险去犯罪 将来怎么放心 让她执掌整架飞机 掌握几百人安全 所以不能只培养技术 只看技术 要严查此事 不能包庇 而在林书珍公开此事不久 海南航空便将涉事人员白某某停职 并发布声明 对比一下此前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长流船舰 在驾驶舱右座前封挡玻璃破裂拖的极端特殊情况下 仍然沉稳应对